白米社區發展協會的林瑞穆先生 主席各位委員 與在座各位大家早 我是來自宜蘭蘇澳的白米社區 我們這個社區其實部分我也不夠清楚 我們就是正位於計畫的起點 大概三公里的範圍 就在我們這個社區的範圍 其實之前在我們的預審會 還有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斷的在提出來的 就是說針對我們這個區域 它本身的其實是長期工業的開發 造成這個區域的生態環境 是已經破爛到相當的程度了 那我們非常擔憂 這樣的計畫再加上去 會造成我們這個地區 這樣的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上個月的水災的部分 造成我們這附近的生態是影響的程度蠻嚴重的 可是在過程當中我會必須說 公主於是有到我們的社區來做一個溝通的部分 不過我在想說跟各位說明的是說 我們住在那個地方是長期的 好像我個人住在四十幾年 可是各位在做調查的時候只是說基於你們的專業 在專業的考量之下其實我們感覺到 其實我們的好像我們提出來的意見都是多慮的 不會影響的 所以在這麼快的快速動作過程裡面 我們所提出來的部分我覺得是我們的擔憂啦 是這個影響的部分是不夠完整跟神聖的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必須要再提出 那基於說這個計畫 其實我也滿支持說讓花蓮太多的民眾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這是一個社會公平的部分 那真的我還是要再強調就是說 同樣的讓這個被禁物的這個地方 我應該有一個公平的對待 那很多時候其實在設計階段跟施工階段 我們過去在生活的經驗裡面 我們的小地方其實有這些工程在進行 可是經常在這個階段 設計階段我們都參與不到 可是施工階段都是在影響的時候 因為我們每天生活在那邊 不斷的被影響的時候才能去提出 可是施工單位可能基於公期啊什麼 大部分都是以施工為考量 把我們的那個感受都忽略了 所以我在這裡今天必須要很尊重的提出 就是說希望這個計畫在執行的過程裡面 能夠把民眾參與的部分 讓我們有機會去了解這個設計階段的部分 那也讓我們適時的把我們的生活環境的影響部分能夠提出 那把這個民眾參與的機制能夠落實 讓在地的軍務有機會去參與這樣的一個建設計畫 以上謝謝 好 謝謝